好命 你看它門牙沒有很整齊 這個比較多 這個比例也高 對不對 這個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各有不同的個性 那如果是爆牙會怎麼樣呢 好 撐住喔 好 撐住 你看它非常有力 那我們再往後踩 離開這個 剛剛是接地器 好 現在沒有接了 現在就不接 我們來看看 好 撐住喔 就下去了 就下去了 加油吧 讓你健康 N次方 大家好 我是雅芳 我們的嘴巴除了可以說話 咀嚼就吃東西之外 聽說是我們身體脹氣的造妖境 還有人經常說 任督二脈交會的地方也是嘴巴 所以今天誰來幫我們打通 嘴巴的任督二脈呢 好 要請這位專家 還要拍照 半年前的敲通告 今天終於敲到了 他來了 趙智陽醫師 好 接著是我們 自然醫學的陳鈺博士 非常好 好 另外一位是芳芸 大家好 還有Paul 大家好 是不是其實從你的嘴巴 早就可以看出一些狀況出來了 有請我們的趙醫師 快點我們從嘴巴看健康 好 我們講嘴巴吃四口 這個時候是真的這麼好 大嘴巴的人真的比較好嗎 我們看 從嘴巴看健康 其實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我們的牙齒竟然跟筋絡 也有一些對照表 是沒有錯 我以前撞斷門牙 有一個老師幫我看門牙 你門牙夾牙 自信心可能不夠 門牙就在這裡對不對 那它對應到什麼呢 是聖金跟膀胱 對 聖跟膀胱 聖跟膀胱 就是在這裡對不對 對 所以門牙 注意一下門牙門牙 那有一些小朋友 很早就蛀牙了 你看看 他這個六歲大舊齒一蛀牙 你看他的腸胃就不會好 都有明顯的相關性 那再來就是說 從牙齒 我們看健康 還可以看個性 真的假的 怎麼可能 今天講最近比較熱門的 然後美國總統 在這裡是一番盤的嗎 對不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網路找的圖 對 這個是酷手版 這是酷手版 但是我真的是佩服這個畫家 太厲害了 怎麼說 各位看看 這位就說很可惜 沒有當選的這位 這個候選人 你看他的嘴型就是 所以這個牙齒咬得緊緊的 嘴角 代表怎麼樣 代表他做事情很嚴謹 嚴謹 律師出身 對 你看跟他一字一句 跟這個職業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來看看他的牙齒 好 來 我來幫你拿 謝謝 好 來 看到他的牙齒 會發生什麼問題 很整齊 很漂亮 但是你再仔細看 他後面的牙齒 後面整個牙齒都凹下去了 這裡 也是只剩下 所以他的後面牙齒都凹下去 你就知道他的臉頰多用力 你看 這邊看起來就比較清楚 有點 對不對 是這裡對不對 在側邊 在側邊的地方 靠近牙齦的地方 要靠近牙齦的地方 對 靠近牙齦 所以你去看他的微笑照片 你就知道他承受的壓力不小 是 所以我說當時沒選上對他的打擊 聽總統是真的壓力很大 你可以放鬆一下 不要選上 太壓力太大 對 那我們來看看 當選人 當選人 你看看他 就是生意人個性 就是老闆 川普 你看他的下嘴唇就是 下面 嘟著嘴巴 這個畫得太棒了 嘟著嘴巴 我們看看他的牙齒 看牙齒 他的上面兩顆門牙就倒進來 為什麼 對 因為他的下嘴唇就把他的上面牙 我來拿一個對應的 這樣可能比較清楚 對不對 這樣看 所以他的門牙就倒進來 可是你看看他以前在當兵的時候 在軍校的時候他門牙是有點亂 他年輕的時候很帥 帥 重點倒 很倒 所以你看他其實要找到他笑的照片 不容易 他大部分都是發怒的照片 對啊 所以你看他的牙齒後面也是往內倒 前面門牙也往內倒 對 你跟他做生意不容易贏的 對啊 對 那您剛有說 川普在年輕 其實那是年輕照片 如果以他這時候的這個 嘴巴的那個樣子的話 他是很好命的是不是 他好命 你看他門牙沒有很整齊 你看他 就代表他從小 他不大需要花太多的時間 舀一些比較粗糙的食物 你就知道他小時候 他父母親顯然是滿疼愛他的 接下來就不知道了 因為他已經到70歲了 對 接下來就是大挑戰了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那我們一般人呢 趙醫師一般人到底是 爆牙比較多 還是門牙往內側的比較多 還是不整齊的 在台灣大概爆牙的多 為什麼 不整齊的大概也不少 要遇到這個門牙往內倒 很少 比例真的很少很少 大概成年的人 比較容易看得到 為什麼 因為這個生活環境好 爸爸媽媽疼孩子 那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我們下面會問他的時候 讓你搖一下 我們先看 剛剛趙醫師說 這個比較多 這個比例也高對不對 這個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各有不同的個性 會怎麼樣呢 這個當然爸爸媽媽疼了 受虛訴 不用說別人 我以前就是這個樣子 我女兒有時候看到我說 爸爸你又發呆了 我想 嘴巴閉不起來 開開的 你看爸爸媽媽一定對我不會嚴厲 我爸爸媽媽一定是疼我了 所以我常常以前 在隔壁 整所隔壁的麵店 吃一個早餐可以吃 8點多吃到12點 當午餐 天啊 你都命中 對啊 我以前就是爆牙 醫師 你說的這個 我有同感 因為這是我矯正前 我帶了三年半的矯正器 看一下我的牙齒 我嘴巴是閉不起來的 然後我沒有辦法 微笑 微笑是 我嘴巴閉不起來微笑 我這樣大笑 所以你看那個牙齒閉不起來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雖然我家環境沒有很好 可是我吃穿都是不用愁的 就是總是有最好的東西可以吃 妳的意思就是說 妳之前也是屬於爆牙 對不對 然後妳為了美觀 妳就去矯正 就是矯正前 就是前跟後 對不對 沒有 兩個都矯正前 報是我現在 喂 牙齒 牙齒姐 妳跟人家講話沒好 對 牙齒是比較好 矯正沒笑的感覺 我知道 因為這髮型就不一樣 我想說在比較 對 然後以前就是 這是我當模特兒的試鏡照 所以沒想到這樣子 也可以當模特兒 表示命還滿好 我跟妳說妳這很至難 這幾歲 18歲 18歲 現在看起來也是像18歲 現在還是滿 我覺得現在比較美 當然 就是我覺得這個進去差很多 但是趙醫師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本來是爆牙 但是我戴了三年半的牙套之後 我已經變成第二種了 門牙往內倒 這個大概現在在做矯正的 就是比較容易怕這樣 因為醫生希望妳的嘴 本來閉不起來了 妳可以閉起來 妳腳往過正了 這樣會腳往 就是聽起來 妳本來可能是好命 妳矯正了我 對 沒有 對 沒有好命 了解又變壞命 現在大概在醫學上 大家比較注意就是說 妳要 一旦要做矯正 爆牙要改善 那要稍微去看一下妳的咽喉的氣道 舌頭會不會太大了 呼吸道會不會太窄 如果會的話 寧可不要矯正 真的喔 有時候不小心拔了牙 這個嘴巴活動空間變小了 就是真的會變形嗎 呼吸道就會出問題了 那Paul呢 Paul應該是好命的 是要爆牙的 Paul的爸爸媽媽一定是一個 做事情就是很拼命的 對 做事情非常認分 他們很拼命 然後我都不用拼他這樣 對 你就享受 他也是跟他爸爸媽媽 個性是差不多 誰嫁給他還算好命 他承認感一定是重的 對 他應該滿疼老婆的 對 可以大家看看 因為你的咬力大 咬合力量大 那這樣講鱷魚的話 應該還滿認真負責的 那他這樣也不虛 你認為說他不可以矯正 不用矯正了 他的話他當然是不可以矯正 因為他打含機率高 他應該是要釋放壓力 OK 對自己更好一點 所以他就維持這樣就對 就好對不對 對 好 如果門牙是往內倒 比如說 你有沒有交往過症的問題 來看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內電自我要求高 容易緊張 比較沒自信 會嗎 這個孩子 他基本上是個比較皮 所以他並不是全部的門牙 都往內倒 如果各位想要找全部門牙 往內倒 你可以看看俄羅斯的總統 我就不要說誰 古丁 你看看某些總統 他的門牙就是很整齊的往內倒 很整齊的往內倒 你想想看他小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小時候一定是嘴巴一定是 自我保護的時候 或是他可能覺得有一些壓 比較高壓的環境下長大 比較不受疼愛 或者是要自我保護的意識比較強 或過度的嚴厲 或太嚴厲 嘴咬牙切齒 一直都在咬牙切齒這樣 對 咬牙切齒是一回事 它是抿著嘴 抿著嘴巴 這個嘴唇力量太大 表現不出來了 所以這樣不知不覺了 就會這樣子 門牙就推進去了 但是當然有的小朋友是好玩 喜歡咬棉被或咬衣角 也會跟類似川普 他是下嘴要做老闆 他就會變成把門牙壓進去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全部的牙齒整個都進來 跟矯正沒有關係 那矯正他個性 就不會說從小影響到大 要看先天 對 然後不整齊的 這真的就不整齊了 對 可是不整齊 會不會人家先天是這個 應該講說 這裡有講先天這樣嗎 也不能講是先天 幾乎不會是先天 你看看非洲的孩子 有沒有這種牙齒的 沒有 非洲的孩子沒有 不整齊有什麼 應該是說小時候不整齊 然後不整齊到大 搞不好他就一路很好命 那結果答案是什麼呢 太好命苦 不保護 從小命苦 好極端 會不會什麼 對 一個沒有東西吃 從小生活環境不好 他沒有東西吃 他咬不到食物 所以他的這個骨頭 就發育得比較不好 可是現在大部分都是這個太好命 爸爸媽媽好疼 吃軟吃硬 真的 我發現現在小朋友好像真的 以前我們都沒有說 因為副食品都要嚼過再給他 或是說打碎再給他 對 更糟 我前兩天到台北市去上課 我發現台北的早餐店 還會問你三明治 要不要切邊 硬的都要切掉 對 這個都不是正確的 因為小朋友四個月 就要開始吃副食品 六個月就要把馬鈴薯 地瓜 紅蘿蔔 白米飯這個固體的食物 都要用舌頭 舌頭就要碾碎了 這個舌頭碾碎 你的骨頭就會開 你的鼻子以後才會好 可是你看現在的爸爸媽媽 都是果泥 米筋 他都不用咬 這都咀嚼的機會比較小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剛剛趙醫師說 不見得要矯正牙齒 對 比如說Paul 他可能就一路好命 但是他現在問你出來要紓壓 對不對 對 觀眾朋友 怎麼辦 紓壓的話 現在的人都遇到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們遇到恐懼的時候 會怎麼樣 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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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 除非很少這種恐懼的事情 會發生 可是有一種 這種綿綿密密 每天影響著我們 小小的恐懼 它叫壓力 對 沒錯 每天都好緊張 你好緊張就是縮脖子 你一縮脖子 後面的這個 縮脖子的這個整下肌群 整下肌群 它就縮住了 縮住看起來 你就是樣子醜醜的不好看 沒有 它影響很大 因為這個脖子的這個 腦神經 第十對腦神經 它負責身體器官的運作 就是說你一縮脖子 它功能就變差 我們剛剛舉例來說 剛剛像這樣子的人 為什麼沒有自信 大部分人都會很難理解 這個門牙往內倒 就會造成它門牙容易相撞 對 這個門牙容易相撞 它會刺激到大腦 我們來看看 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來 就是說我們先拜託 雅芳姐來推推她的額頭 那我們站穩 那她是要有抗拒還是 對 就稍微頂著 我們不可以讓她推倒就對了 對 所以她要抗拒我 那我們稍微推一下力量 但是不要突然太大力 這脖子會受傷 好 我就慢慢套 先貼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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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慢加大力 好 我要加大力量 對 再來再來 再來再來 現在好像在比賽 不怕不怕 對 她的力氣還滿大的 滿大的 好 可是代表她好命 她不是個沒自信的人 她的很有力 很有力 我們拜託美女來敲敲牙齒 像我這樣 彈牙 彈前面這幾顆是不是 前面四顆 前面的門牙就好 四顆就可以了 她彈幾下 大概三五下 這牙齒彈牙還滿清楚的聲音 好像我們在買那個水果做 西瓜 對 敲了這幾顆門牙直接刺激大鬧 我們看她發生了什麼事 好 我們一樣再去推她的額頭 一樣剛我用這樣的力道就對了 對 OK 我還是要貼上去對不對 對 貼上去慢慢加大力量 慢慢加大力量 好 她撐不住 對 她跟剛才的力道 好像 不太能用力 對 不一樣 我覺得差了一半 她好像有一點比較放鬆的 還是雅芳姐妳有比較大力 沒有 我還是用原來的那個力量 對啊 好怪 反而是她那邊沒有力 好奇怪 對 她的這個整下肌群 整個力量就不及了 對 這個原理是什麼 對 是什麼 因為我一樣就是 腳一樣是要這樣 可是我沒有辦法往前 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整下肌群是防禦的 身體防禦系統的一部分 對 所以當你敲敲門牙的時候 你這個防禦系統 突然被解除掉了 放鬆 鬆掉了 對 你不用擔心恐懼 你不用擔心害怕 對 但是這個偶爾一為之 如果說是門牙整個往內倒了 它隨時 反而不好了 等一下 那從嘴巴看見 還有如果我們真的 一直都處在雅健康對不對 等一下趙醫師要告訴我們 其實有些 也可以說不用錢對不對 對 我們要從接地氣 來改善我們健康 怎麼樣接地氣 不要走 我還趕快回來 媽媽說要找媽媽 你上麥克風被她的女 轉播都死掉了 你說老實說 你去報警對不對 媽媽最終旅安押出去 我這次 我親自收拾高科威 這次不來 救我 救我 這次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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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高科威人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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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點台灣台 甘美人生 11月18到21號 台北國際建材家具大展 歡迎歷臨三陽瓷磚 現在買Panasonic IH電子鍋 買就送好力 回韓再送熱水瓶 還想體驗價7,990元喔 Panasonic 絕美大理石 請用三陽精化石 三陽瓷磚 台灣 我們來了 下個高科威人生 趁眼前去窗後 紅瓷 我解釋了三陽瓷瓷 我都會怎樣多了 他不一樣 讓原味更新鮮 唇吃茶 11月18到21號 台北國際建材家具大展 歡迎歷臨三陽瓷磚 萬家鄉純加釀蛋口醬油 健康輕食 清淡爽口 非基因改造 百分之百純釀造 鹽糞蛋 色澤蛋 口味蛋 蒸煮拌炒 樣樣切可口 萬家鄉純加釀系列產品 守護全家人吃的健康 這不算 這個位置 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說你長得很像蔡依蕊 有嗎 我漂亮多了吧 讓別人看見更美的自己 純養顏 萃取美國紅酒珍貴白梨如醇 讓你肌膚緊緻 加速循環 好年輕 看見更美的自己 純養顏 我們台灣人的電視台 29頻道 三立台灣台 頭皮問題又來了 對待頭皮要跟護膚一樣 不能只靠清洗 新海倫鮮肚絲三重養護 去蟹爽膚防護 幫助長效頭皮保護 海倫鮮肚絲 肌膚要卸妝 頭皮毛孔也要卸乾淨喔 一二三來三二一 台灣三養醉用心 DC便拼拋第一 劫能神殿第一季 DC便拼輪七季 便拼香雅細季 劫能吃劫能有效率 不換到左邊去 愛地球小星星 在來搶你到一起 台灣三養 萬家鄉純家釀蛋口醬油 健康輕食 清淡爽口 非基因改造 百分之百純釀造 鹽糞蛋 色澤蛋 口味蛋 蒸煮拌炒 樣樣切可口 萬家鄉純家釀系列產品 守護全家人吃的健康 愛 呵護著你 無心關愛 圍繞著你 現在你能感受新的愛意 享受全新肌膚呵護體驗 新邦寶式特級綿柔 首創3D魔法吸收心 幫助均勻分散尿濕 到三條神奇通道 並讓空氣自由流動 帶來會呼吸的乾爽 讓每一寸肌膚只感受到愛意 全新邦寶式特級綿柔 關愛安睡唱完 好 從嘴巴看健康 我們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通常都會拿一個鴨舌棒 對不對 壓一下 看看你的口腔對不對 好 觀眾朋友 你有仔細看過自己的口腔嗎 你若是把它揹開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 現在下來 這叫做懸庸 懸庸 我也是今天才特別注意 就是這個沾沾的地方是不是 沾沾 沾沾 這兩個都有 你看看這個空比較大 這個是不是射到我們的舌頭 這個是都沒有 好 尤其你趙醫師 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是正常 還是那個是比較不正常 正常在這裡看到 對 這個代表它的軟鱷沒有被拉長 這個代表它軟鱷就是說 它的舌頭後面的這個軟鱷 整個長度都被加長了 其實代表什麼事情 代表第一個 它長時間可能用嘴巴呼吸 嘴巴呼吸氣流 經過這個舌頭跟這個軟鱷中間 它常常就 空氣進去它就拉長 代表這個人鼻子可能不大好 我就是 我就是 對 那你有懸庸垂嗎 看不太到 看不太到 對 應該都是用嘴巴呼吸的問題 是喔 方宇你有嗎 看得到嗎 穩一點點 對啊 我會發現那懸庸垂 我今天這樣一看才知道說 以前好像可以張得比較開 那今天好像張不太開 張不太開 對 第二個問題 當然有可能就是說 你只要這個便查 就比較擔心就是打酸 打酸 大家可能常常注意的 都是這個雙下巴 可是其實這個懸庸垂 它是代表鼻子後面打酸 打酸其實有分兩種 我可以試試看 讓它聽聽看 好 打酸一種是軟鱸的軀 就是這個懸庸垂的後面 它打酸是什麼樣這樣 有震動感 有沒有 打酸 另外一種是小下巴 小下巴 雙下巴 雙下巴 它打酸是這樣 嚇不過氣 就像快死掉缺氧的感覺 你的是哪一種 我就是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二的紀錄不高 因為你還年輕 是喔 我是第一種 你應該不會打酸 我會 因為有時候 你像沒有交不到男朋友 我跟你講 因為有時候你去做SPA 你自己一個沒有事出去 會睡著 你會被自己的打呼聲 打酸聲嚇醒了 累壞了 這個就另外 它累壞 它那幾天太老累了 不過做SPA的時候 真的可以睡得很沉 對 真的 因為就完全放鬆 對 所以這個 不要小看這個懸庸垂的問題 當然也有可能你舌頭太大了 那醫師 就是因為那個洞的問題 所以我去把我的那個扁桃線切掉 因為 之前我的醫師說 我的扁桃線是人家的五倍大 所以都會吸不到氣 所以一定要去那個什麼 開刀把它割掉 因為這樣會發炎感冒對不對 對 但是割掉以後 基本上 我就覺得說我發炎的狀況 會少很多 真的喔 有效嗎 有 因為它扁桃線是在側邊 對 它是側邊的 兩邊 五倍大 所以當然是一個影響 關鍵的影響 但是你要去注意一件事 扁桃線它是一個防守 防禦的系統 他今天為什麼要工作 因為他要抗戰 長時間用嘴巴呼吸 你的空氣沒有經過 鼻子的溫暖潮濕過濾殺菌 那你就進去 你就直接進去了 對 這樣你反而要小心 直接進去了 開大門讓人家進去了 因為本來他在這邊幫你擋擋擋 因為他很累了 所以他發炎 這樣一個警訓 對不對 現在沒有就直接進去了 我補充一下 我常常說那個扁桃線 有時候我們身體 前面兩個衛兵 然後那個藍尾 是後面一個衛兵 對 動不動把它割掉以後 下次有病毒什麼來 直接就侵入到你的支氣管 甚至到美國 所以他發炎是一個警訓 對 甚至不用到發炎 其實你看這兩個弓 現在很多人這兩個弓 就是那個平衡學 旁邊不是有兩個圓弧 對 正常應該是就是 正常應該這樣子 但是很多人 壓力大的人 嘴巴張開來 它裡面是有 像快流血的樣子 有血濕的 如果這樣的話 長期處在一個壓力之下 這種人 就是很容易生病 很容易感冒 我有一點點紅紅的 壓力大的人 其實我們都沒有那麼認真 看過我們的玄尾水 真的 有時候醫生看 你自己沒有在看 對不對 對 所以觀眾朋友 因為你現在家裡面 如果有鏡子 趕快來幫他多少照一下 對 當然就是說 該切的時候還是得要切 你已經發現很嚴重了 當然我們還是比較擔心 大舌頭的問題 大舌頭 再來看一下下一張 大舌頭就無非兩件事 一個胖子 要不然就是房子太小了 不然就是太胖了 所以大舌頭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舌頭 太胖是身體胖還是 舌頭太胖了 第二個是嘴巴小 嘴巴小 這有可能是先天的是不是 這個大部分都還是後天 真的 比較擔心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嘴巴越來越小 為什麼越來越小 那可能就跟法令文 可能有點關係了 是喔 到一定年齡 這個舌頭邊緣的牙齒 有這個像這個突發中的 都會 齒痕 對不對 這當然 代表他累 中醫可能就會認為說 虛還是什麼問題 對我們來講就是 嘴巴開始變小了 好 來看 舌頭也開始水腫變大 如果這個 應該是說這個嘴巴變小 對不對 然後舌頭還是這麼大 對 那就是有法令文的問題會出來 對 幾乎 我一定有的 而且我們家那個遺傳 每個從阿嬤到阿公到爸爸 我們到我 都會有這個法令文的問題 所以這是 看起來是遺傳 對 但是實際上你去注意到 你們家的有一些 生活習慣會類似 比如說你看你們家 會不會都比較接近 國字的臉 會不會鼻子都比較不好 對 鼻子很差 那鼻子不好 有時候就是說 這個鼻子 它是這個黃色的這個 上顎骨 那你從小家裡的咀嚼方式 吃食物會不會都吃太軟了 牙齒都比較容易 跟家裡的餐桌 食物搞不好也有關係 所以這個骨頭就太窄 骨頭一旦窄你鼻子不好 鼻子不好 空氣吸不進去 你晚上就會咬牙 切齒 切齒 當然同樣的 當它法令文出現的時候 就代表這兩塊二骨 已經開始變窄了 那一方面我們有年齡的問題老話 那怎麼辦呢 怎麼不要讓法令文出現 或改善 當然法令文說真的不可逆 拉起來 對 拉起來 三十五歲 就開始生理就會有 骨質出鬆的問題 你要如何去減少它的影響 你就是多咀嚼 是 不要說因為年齡大了 你給它吃軟的 跟孩子一樣 你害了它 所以我們還是要多咬 還是要多咬 多咬情況這樣 你就吹起來夠好就對了 對… 大部分的人都會比較有個誤解 想說骨質出鬆你就缺鈣 對… 其實完全沒有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看下一張 就說現在觀念大家都越來越清楚了 你會骨質出鬆前其實發生了好多事 對啊 真的 只是我們都忽略了 對 骨質出鬆其實就是骨頭裡面的鈣質 跑出來 跑出來幹嘛 在這裡 你看一下 大部分是這個碳酸鈣 跑出來中和酸性 變成碳酸氫鈣流失掉 流失 可是當這件事情發生前 你可能彎腰駝背 呼吸習慣不好 碳酸排除就出問題了 熬夜 熬夜你肝不好 堆積乳酸 你身體無氧呼吸 這個乳酸代謝能力就變差 真的 喝水習慣又不好 腎臟平衡電解質的能力也差 也是綜合酸性能力都差 最後還有一招 我們可以流汗 排酸 對 大家現在又吹冷氣 又不太流汗 不運動 吹冷氣更可怕了 所以人家說 癌細胞都喜歡酸性體質 所以我們要把自己的健康減回來 減減減 所以變成減比較減一點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這些問題大概都缺氧 還是跟這個 你法令文越深 呼吸道其實是越不好 呼吸能力越差 越差身體就越酸 那越酸的話 那你這些問題又沒有好習慣 那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這就是惡性循環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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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今天趙醫師要告訴我們一招 很簡單對不對 是的 你只要願意 也許你的法令文就可以 真的假的 怎麼可能 不會那麼明顯 然後呢 比較長時間的影響 對 就不會那麼明顯 就會是不是會改善呢 這一招叫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我們要出考題 考題裡面 等一下如果猜對話 我們要送給這個潮包 這是一個絕招 就是 絕招 身體排酸性排掉的一個絕招 排酸性的絕招 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知道 大家已經在FB上頭 非常出去送給我們的潮包 潮包在這裡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們如果 要用那一招絕招的時候 也可以帶出去對不對 也是可以 我們可以 對 但絕招可能沒辦法裝在這裡面 而是要請趙醫師告訴我們 這個絕招是什麼呢 叫做 接地招 這是 我們小說裡面才有的詞彙吧 提升含氧量靠接地氣 所以Paul也很需要 他搭紓壓的時候 真的就這樣子 大家會覺得說 這提升含氧量就是呼吸 其實有一個觀念 你氧氣量不足 無非就是供氧不足消耗過量 你接地氣就是解決這個消耗過量 你自然你的供氧就會 所以我們身體就可以把減 對不對 把健康減回來 比較不會那麼酸 是 這個接地氣是要怎麼折 你看他是沒穿的 沒穿在家裡可以嗎 還是要去外面 要怎麼個接法 要不要什麼儀式呢 要不要什麼儀式 好 等一下趙醫師告訴我們 遠離大地 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到戶外是最重要 好 撐住 好 撐住 你看他非常有力 那我們再往後踩 離開這個 剛剛是接地氣 現在沒有接了 現在就不接 我們來看看 撐住 為什麼沒 高達99%的企業 非常同意 英語能力好 就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你的英文學會了嗎 現在有了小孩之後 每天都害怕 擔心他比不過別人 害怕他未來的生活不好過 現在如果有能找到省錢 對小孩又有效的學習方式 那就好了 其實只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 夢想就能實現 英文不好不是你學不會 而是你不適合死記硬背 提三三右腦創意學習法 就是讓你七秒鐘 就可以輕鬆記得一個單字 三分鐘就會有效果 三個月就可以記得 一千兩百個日常生活 常用的英文單字喔 地面的人員請協助 機長我一要求 地面的人員當然要配合囉 要求地面的人 要求地面的人 地面的 demand 要求 再見 再見 糟糕快 快停吧 這下總統要陪旋燈才行了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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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斷斷幾秒鐘 我就記得剛剛的單字耶 因為七三三右腦創意學習法 七秒鐘就可以記一個單字 三三鐘就很有效果 三個月就可以聽中 替得一千兩百個生活單字喔 我終於不用再擔心小孩子了 我超喜歡七三三學習高校王 六腦圖像全英文三大保證 一 三個月記住一千兩百個生活單字 二 零八零零免費線上教學 一年省下六萬元的家教與線上費用 三 六個月就能用全英文和外國人溝通喔 當你購買教材成為會員之後 你一定想有的五星級服務 包括了 第一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六點到九點半 會有線上老師替你進行免費的線上教學 第二 你可以預定老師的時間 讓線上老師來追蹤你的學習成效 第三 你可以撥打零八零零免費費的服務專線 讓線上老師來替你複習 第四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網路會員 你可以上網進行免費的學習測驗 第五 你可以使用Email或是傳真的方式 把你的因為學習問題傳真進來 會由我們的專人來替你回答問題喔 骷髏系列教材 30年的教學服務經驗 最能夠知道學習者需要什麼 加碼好理 美國知名的動物生態電視頻道 動物星球 獨家授權認證的雙魚點讀繪本套書 輕輕一點就有真人中英語雙方英 身歷其境為您解說動物生態奧秘 訂購商品就免費送給您喔 趕快打電話進來 立即線上體驗超速英文學習 前30名還有五十元麥當勞領券免費送給您 好理加碼送 訂購商品 再送您國際知名的動物星球頻道 獨家授權的雙魚點讀繪本套書 數量有限動作樣快 0800-066-039 頭皮問題又來了 對待頭皮要跟護膚一樣 不能只靠清洗 心海鮮肚絲三重養護 去卸 爽膚 防護 幫助長效頭皮保護 海倫鮮肚絲 肌膚要卸妝 頭皮毛孔也要卸乾淨喔 好我們現代人除了壓力 現在滑手機機不離手 還會吃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身體變得比較酸 酸了就容易生病抵抗力差 所以我們今天要排酸 好排酸呢 剛剛趙醫師也有跟我們講一下 要接地氣 接地氣是不是要講天靈 地靈 接著之後我就健康呢 請就按一按 待會兒趙醫師講 不過我們要有請校方 校方在哪裡呢 在這裡 好朋友們有猜最怎麼樣 不用花錢的 補養 養氣的養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說很清楚 天靈靈 地靈靈 快 不用花錢 沒花錢 趕快把這個答案一下在FB上 分享出去 要記得分享 我們隨意超想送你曹包 好 現在有請我們的趙醫師了 好 把這個酸要排出去 對不對 那真的要講天靈 地靈靈嗎 不必 不用 好 剛剛是小小開一下玩笑了 不用 就很簡單的 對 其實也是現代人都忙 又都穿鞋子 真的 又住高樓大廈 住越好 大概死得越 越早 為什麼 遠離大地 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這樣住白中的人 可能比較長瘦 是嗎 可能透天的 陳博士 你住北中 我是透天的 透天的 透天的住北中 不過這樣講的道理 野生動物都不穿鞋子 對身體都很好 所以你聽說以前 你這住信義區 對 都住21樓的 所以以前都說老人家要養狗 養大狗 什麼意思 狗會幫牠接地去 真的嗎 狗會看牠去 因為狗大 牠直接就接地了 靠著摸著 就是在排隊 狗也沒有在穿鞋子 對 但是現在的人 大狗 吸了地氣 然後你摸牠 摸牠 其實如果是養狗 也有一種療癒的那個 但是你這個答案 不見得對 是 為什麼 現在的人都養小狗 把生理的費電 都到牠身上 結果牠生了一堆病 所以要大狗 而且要去戶外 遛狗 盡量自己到戶外 不要害狗 好 接下來我們還可以怎麼做 當然到戶外是最重要 因為身體 看起來這個酸 酸的話就是酸鹼質的問題 可是這酸鹼質的問題 其實關鍵就是 這個H 氫離子 它是所謂的酸鹼質 這個氫離子 H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它重要是它帶正電 你說帶正電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天氣乾冷 去開個車門電到 對 去打個字 電到 鍵盤電到 你常常就電到 乾燥的時候 現在天氣冷 一乾冷你就容易電到 乾冷 你不用去想 你身體就太多的廢電 其實就是很酸 因為這樣電到的不好 所以如果 第一個就是鼓勵大家到戶外 去接電器對不對 很重要 沙灘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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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有空就是沙灘綠地 對 好 原則就是你不要踩到便便就好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奔馳嘛 對不對 大家會問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排掉我們的酸 對 因為海洋跟大地都是負電 是喔 對 所以你一定 一旦踩上去之後 你身體的廢電 一瞬間就排掉 那怎麼證明 對 你常常開車門會被電到 對 你去摸一下地 再去開車門 永遠都不會被電到 放掉 我都用手背去摸 那現在我學到一道 手要去摸 先摸一下那個 接一下地氣 然後再去開車門 對 或者說 有時候我去洗澡 淋浴完 對 再出去開車門也不會被電到 為什麼 大家聽過 這個淋浴的時候 打雷的時候 不可以淋浴 對 不可以碰水 對 為什麼 因為電會倒進來 危險 可能 對 那這代表你在淋浴的時候 就已經 在接地了 也是一個 原來是這樣 那我如果 我還可以再問一下戶外的嗎 那戶外有沒有 說要陽光很充足 還是早上接地氣 還是哪一個時辰接地氣好的 當然如果醫潘彥中醫師 他這種癌症的專家 都希望晨光 晨光 晦陽 晦陽 對 當然你去感覺一下 不要太熱就好了 太陽是有中暑 要不然人家說 太陽那時候能量是比較淡 但因為太熱 好 這是戶外 還是緊張大家都多去戶外 因為有負離子 對不對 還有芬多金 還可以接地氣 它都是帶負地 對 我來補充一下 這個 這就是電位的概念 你知道我們自然界 都是都有不同的電位差 對 我們為什麼冬天脫毛衣 一脫 因為毛衣的電位 跟手的電位不一樣 所以一旦電位不一樣的時候 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人應該是跟地球的電位 是要一樣的 但是我們穿了鞋子以後 我們就跟他隔開來了 對 所以你要跟他一樣的話 就盡量要打赤腳 踩在草地 或者是泥土 不過話又說回來 話又說回來 我曾經在裝修房子的時候 就打赤腳 裝完了就打赤腳 結果剛好是冬天 整個膝蓋就開始發酸 我後來發現老人家的膝蓋會發酸 常常是過寒所引起的 如果說你接地氣 在我們台灣的夏天太棒了 天氣很熱 打赤腳很舒服 但是如果這種 慢慢寒流來的時候 你要小心 那個到戶外採在這種濕冷的地上 可能會發酸 對 就是那個濕會進來 濕氣會進來 所以我很認同接地氣 我很認同接地氣 但是不要接到寒氣 我覺得博士這樣補充 大家也可以更可以參考一下 好 如果我們不是在戶外 如果說可能因為時間關係 或是有些限制 在家裡面 我們要教你怎麼接地氣 對 好 這個是國外買的 當然台灣現在高雄也有醫師在賣 代表有一些醫師他懂這些 身體疾病跟電的關係 接地的話 他看起來就是反正就是接 插座裡面的接地孔 我個人是 他是有效 可是因為你大樓本身也有 他不是很好的電 所以偶一為之是可以 盡量到戶外 盡量到戶外 接地到底有沒有影響 我們可以說看看有沒有 來賓我們來試試看 好 來 要怎麼試腳 對 就踩上去 踩上去這個板 然後 踩上去我們也是用背力 來幫他測一下 好 就手舉平 然後稍微往前15度 那我用手 待會兒會去壓你的手臂 那你就稍微撐著 就是要抵抗 對 也是要抵抗 好 撐住 好 撐住 你看他非常有力 我其實力量還蠻大的 你看他 我放掉的時候 他還會彈回來一下 那我們再往後踩 離開這個 剛剛是接地氣 現在沒有接了 現在就不接 我們來看看 好 撐住 撐住 怎麼沒問題 就下去了 你用比較大力嗎 我是用兩隻手指頭再壓 我們有說一樣 力量是差不多 所以你離開自然環境太久 你的身體的能量整個就弱掉 所以就很快被擊敗 對 所以你相對就會比較弱一點點 那你就知道 全身的這肌肉張力等等 都會影響 那醫生平常我們在家 看這個要接多久 就是全部接進來了 其實你接完回來 馬上身體又 很多的費電又產生 就說越久越好 就算越久越好 應該講什麼 三不五十 就接接接 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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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就是說 如果有時候外面下雨 或外下雨的時候 你再可以家裡 可以用這種方法 對 或者你家是透天的 一樓就是接地了 就不用這一片了 不是一樓 那你就沒有一片 所以一樓的話 就直接踩地板就好了 對不對 一樓就好 這就不用了 所以有人就說 有時候你住透天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到一樓去睡在一樓 鋪個棉的墊子 睡在一樓 整個晚上排進去 美國他們現在把這東西 做到日常生活裡面 甚至連那個叫床 床上都可以來接地 睡覺的時候就可以接 睡覺就接 就是他們現在 美國有一些他們開發這種東西 讓你在一個比較溫暖的 舒適的環境 也可以接地氣 好 如果不是用這個方式 還有一個方式聽說 聲音也可以讓你接地氣 這也很神奇 怎麼接呢 我們要告訴你 好 觀眾朋友節目很看 聲音聲音 你們現在可以接地氣 你們家裡的那個什麼 這是應該講廚房 廚具 餐具 可以派上用場 不過我們先用比較專業的 有請趙醫師 這個是音叉 我跟一位陳寗博士學的 他是透過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做治療 不希望說自己身上的氣也過去麻煩 對 這很重要 可能就用一些跟地球有關係的頻率 有一個震動 對 他會震動 我們用震動也可以幫他接地 當然如果你很專心 你做同樣的動作 用手就可以幫他接地 過程我跟各位示範一下 好 做之前 做之後總是要有差 我們來先看看 我就拜託 手借我一下 好 我會先推他的手 當然他可能會最近比較累 對 我們還是試試看 他現在就是要抵抗就對了 對 那我會用手 我會用手去推 然後拜託他的手去撐住 好 來 撐住 好 有撐 他力量機球撐得很小 對 那我就來試試看 好 就是說我幫他接地 接地他原則上兩個 一個就是說我會去讓他震動 去接他的泳拳 所以要放在泳拳穴這個地方 就是讓他的聖經 然後先幫他補一點氣 再幫他把能量接到地底下去 OK 好 那我就試試看 好 是冰嗎 不是 就是忽然這樣震一下 感覺像那種 但是很舒服 所以現在是有在震動嗎 對 有在震動 因為剛剛 感覺那股能量上來身體 對 真的假的 從腳底上來這樣 真的耶 他當然是比較累 所以一下就消失了 真的 一下就有Feel了 再幫他多補一點 是喔 可是我 教醫師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時候就不必是敲 因為沒有地上沒有那個 所以是要接自己嗎 我可以幫他多補一下 沒有 我待會兒會幫他接下去 OK 你為什麼要敲自己這裡 敲這裡然後 因為我 他其實是有個工具 放在圖上去敲 OK 是這樣子 我想說因為 今天怕蹲著不方便 OK 我慢慢用意念 感覺好像幫他把身體的能量 接到地球 地心裡面 就這種一種能量接地 那我們就來看看 差別 剛剛的差別 對 你看他手上來就有力了 對 很快 撐住喔 你看力量很大 真的 真的 這不誇張 真的 為什麼會變有力了 對 感覺非常的有力 對 對 然後就幫他做能量接地 所以這個自己沒辦法接 要透過家人幫忙 朋友幫忙 對 互相 對 當然你到戶外採一採 其實也是有那個力量 對 如果是在家裡的時候 是可以用這個 對 比較不方便 也說我們家沒有那個 用這個怎麼做 對 剛剛講這個 今天也可以 對啊 怎麼用 當然就說 哇 叉子 餐具 就一定是要一個湯匙配叉子 對 它的意涵又比較不一樣 如果說真的都沒有這一些 下面的餅是要用詞的 還是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這只是示意而已 原則上我們就畫個八 八 這樣畫個八 畫個八的意思是什麼 原則上能量醫學 都希望他這裡的 身體的這個經絡這個流動 我知道 八是宇宙最強的 和諧的 對 像螺旋舞不是都是畫八嗎 對 腳底也是 都畫一個八字嗎 對 等於是幫他通經絡的意思 其實很舒服 所以這個就不是用敲的囉 對 它是先用這個凸面 去讓它這個能量的流動 變得比較正常 哇 怎麼畫都可以 順序也沒關係 就是一個八字 就寫一個八就對了 一定要是在腳底寫就對了 是不是 腳掌面 腳掌跟腳底 然後接下來再用 稍微刮一下 刮一下 稍微刮一下就可以 你今天接了很多地池 對啊 等一下就康布了 當然就不要讓它不舒服 就稍微接一下 輕輕的這樣 有沒有什麼禁忌 什麼人不能做這些動作 接地都沒有 接地都最安全 如果你夠專心 你就幫他把能量再幫他接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 謝謝趙醫師 感冒好了 謝謝 好 那你等一下那個湯匙要買回去 因為那個湯匙跟菜匙 我們要來喝湯 可以自己來 所以Paul應該感冒好厲害了 對啊 讚 另外觀眾朋友千萬不要走開 因為我們視頻的人很多很多 等一下我們要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網路說三秒就碎死 是真的嗎 等一下有一招更厲害 這個一個人他躺著的時候 頭大概要墊多高 墊個一層 好 墊個一層 好 大概墊 大概各位就在自己去衡量 大概多厚 我們量就很大 我們大概都不太需要 在台北給你照顧 你們兩個 不能夠有數字嗎 你怎麼生來 跟所有的人都有關係 又是不能生靈的關係 你想要怎麼做 也盡量配合 媽 你怎麼做的台北 阿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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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在晚上 每禮拜五 晚上十點十五分 三立台灣台 北林謝晚夢 愛 呵護著你 無盡關愛 圍繞著你 現在 你能感受新的愛意 享受全新肌膚呵護體驗 新邦寶式特級綿柔 首創3D魔法吸收心 幫助均勻分散尿濕 到三條神奇通道 並讓空氣自由流動 帶來會呼吸的乾爽 讓每一寸肌膚 只感受到愛意 全新邦寶式特級綿柔 關愛愛睡唱完 一二三來三二一 台灣三養最用心 DC便平跑第一 皆能神殿第一集 DC便平冷奇跡 便平相牙細跡 皆能吃皆能有效率 不換到左邊去 愛意求消息 全新邦寶式特級綿柔 你太一心 台灣三養 又尿尿了哈 我們才剛說什麼 一天尿尿二二十次 喔 跟著大雨一樣 又濕又熱呢 還好媽咪給我用 全新邦寶書精緻 柔點透氣 三重透氣 一點四倍 馬拉松是順排水氣 不間斷 透氣馬拉松 幾乎全天清爽又輕鬆 好舒服 謝謝媽咪 鳥兒書精緻 柔點透氣 我們台灣人的電視台 二十九頻道 三立台灣台 台灣 我們來了 下個大小小小小小 真面前去窗後 好可可 我現在是共產的空想 不多不貴 怎樣多了 很不一樣 讓原味更新鮮 純吃茶 健康 健康的長髮 必須的長髮 但是要斷在封面上 要斷在封面上 沒有什麼 全新潘庭 PROVV維他命原配方 從髮根強韌制法味 封面上 每次強韌 Table for one 這個位置 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說 你長得像蔡依林 有嗎 我漂亮多了吧 讓別人看見 更美的自己 純養顏 萃取美國紅酒珍貴 白梨如醇 讓你肌膚緊緻 加速循環 好年輕 看見更美的自己 純養顏 健康的髮型 很必須 但在封面上 要斷掉嗎 我沒有說 全新潘庭 PROV維他命原配方 從髮根強韌制法 每次強韌 每次強韌 不斷精進 不斷追求卓越 超越別人 是幸福 超越昨日的自己 是奢華的幸福 艷彩精透畫質 極致名愛細節層次 世界級影視平台 國場唯一最高榮譽 奇美八度成員幸運金獎 堅持是唯一的路 奇美廣色域 真4K HDR 驚豔登場 奇美 好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睡不好 四面 有時候我們會怪 哪些人不對 我不知道 還是說在枕頭太高 還是臉上 對嗎 還是太頂 但今天呢 其實一條毛巾 就可以讓你放得高高高 對不對 高高高 用一下楊樹欽主任之前 描述的那種真實感 但是呢 趙醫師教我們之前 先來看 網路上說有一招 你但是用這招下去 你三秒就睡死 真的這麼好用嗎 等一下你看 你睡覺的時候 然後就盡量躺大字 可能名稱要比較大一點 大字 你有沒有躺過 應該很舒服吧 大字 再來躺上去之後 大字 你開始用 把你的集中 應該說意志力 集中在你的硬堂這裡 開始默念說 我的頭沉了 然後我完全放鬆了 好 就是你要跟你說 我的頭 應該說沉了 放輕鬆 放鬆了 從頭到手到腳 一直洗 洗兩臉 聽說你就睡了 這樣可以嗎 趙醫師 這樣真的能夠睡著嗎 而且是睡死 對 打憨的病人 大概你只要躺下去 他就睡死了 他應該是 我是認為就是說 這個要很專心 你如果真的夠專心 他確實是有機會 如果說意念 都集中在這裡 告訴自己要睡覺 對不對 因為要睡著 最關鍵就是放鬆 所以這就是念力 而且睡眠的環境 也要先把它佈置好 就對了 大家可以試試看 這個不用花錢 對 就用念力的方式 完全鬆了 這個頭也沉了 腳也沉了 我身體整個沉了 要睡覺了 完全鬆了 還是又睡不著 趙醫師教我們吧 毛巾 你毛巾先拿出來 起碼不是要洗毛巾 這毛巾要怎麼變 讓你好睡 好 趙醫師教我們 所以家裡面 一般的小屏 小型褲的毛巾都可以嗎 都可以 長條狀的那個毛巾 你總是 因為枕頭現在有個觀念 就每個禮拜要洗 專門弄個浴巾 或者說毛巾 你大概測一測 大概多高多厚 你大概有個概念 也許就做個替代方案 當然原則上你睡不好 當然原則上 我們還是知道就是說 第一個缺氧 大腦不敢讓你睡 睡著了起不來 第二個的話 就是交感神經抗禁 正負交感神經沒有平衡 對 如果說是缺氧的問題 接地剛剛講的 一定是一個很關鍵的 你酸排掉 肺電排掉了 你就比較有機會好入眠 好入眠 交感神經 其實最關鍵就在脖子 大家知道 醫生很厲害 手一掐 一壓 知道這個頸動脈會跳 這個頸動脈 它旁邊有個頸動脈翹 它有個頸動脈 還有一個大的 需要那個人頭磨型 不過那個沒有脖子 有頸動脈 這邊有頸動脈 有一個頸的靜脈 可是它有一個很關鍵就是 這個腦神經 第十對腦神經 迷走神經 迷走神經 它從腦下來控管80%的器官 如果你的迷走神經 它是通暢的 你身體就會健康 可是我們剛剛今天節目也提過 現在的人都怎樣 對 縮脖子 或者是人員的方法 對 或者 看手機 對 看手機 對 看手機 所以這個頸動脈這兒 就往往被壓迫的蠻嚴重 那你的整個身體器官 就會失控 自律神經就出了問題 所以關鍵在這裡 頸椎界的地方 關鍵就是不要縮脖子 所以跟它這個概念有點像 我們怎麼樣去 讓一個脖子能夠放鬆 就要靠毛巾 對不對 好 剛剛我講的動作簡單跟各位解釋 好 就是很簡單扶著它的頭 然後兩隻手再微微的靠著它的頸 好像有點像幫它按摩的感覺 對 就放鬆 有沒有需要拉 也不大需要 輕輕的就可以了 通常很快 兩三分鐘就會想睡 好溫溫 那如果沒有人幫忙扶的時候 對 那我們就要 一個人的時候 對 那我們電之前 我們先看它電之前 身體力量有沒有什麼 電之後的差異性 OK 拜託手跟剛剛Paul一樣 好 那我們撐住喔 大力撐住 大概 算不錯了 他身體健康算不錯 所以要用大毛巾小毛巾 對 我們先用大的 好 那我們大概電個一層 好 可以了 大概電 大概各位就在自己去衡量 躺蓋多厚 好 再來 手再借我一下 好 撐住喔 它的力量 算是大一點點 對 大一點點 好 頭再抬高 那我再加一折 不要加太多 再加一折 對 好 再躺著 好 好 手再來 那有時候我會去比著它的 整下肌群 但是我們現在沒比就沒關係 好 撐住喔 它力量現在就好大 真的耶 它力量如果說很大的話 對 就表示這個高度適合它 OK 好 頭離開一下 好 但是這個頭可以躺著一下 好 這時候我們這個後面 稍微就把它捲起來 就類似我剛剛的手 我們把它反過來 對 因為我們電枕頭的時候 然後這個頸椎這個要高一點對不對 對 好舒服喔 剛好整住 對 因為這個部分 就整住你那個頸椎了 這時候我們再測一下它的 好 那應該會更強大了吧 撐住喔 它的力量就很大 我們大概都不大需要 真的耶 摸緊動脈 撐住喔 所以它的自律神經鐵定會好 所以你就比較容易一夜好 對 那趙醫師我們家裡面 沒有像你那麼專業醫師 那我們自己要怎麼摘 家人要怎麼摘 找出自己的高度嘛 對不對 你就是互相試試看 不要擠 不要說一大力 就把人家手壓受傷 稍微用力推一下 稍微用力推一下 你會感覺到力量的差異 推的人會感覺 被推的人其實 他自己更清楚 而且你只要一個毛巾就好了 對 那家裡原本買很多枕頭 就可以先擺在旁邊了對不對 那個毛巾 陳博士立的一個枕頭 沒很久 其實那個毛巾 把博士墊高 跟這個枕頭異曲同工之妙 像以前我打呼打了幾十年 打了四十五年 我四年前就不打呼了 為什麼 我就找一種枕頭 你看這個枕頭很奇怪 它就是中間一個洞 然後頭睡覺的時候 就掉到洞裡面 然後那個脖子就被這個邊邊 把它撐起來 很像那個毛巾那種左右 對 因為現在枕頭這邊 然後每個人躺上去的時候 就說好舒服 睡覺的時候他就不會打呼 一夜到天亮 所以因為我脖子有撐住的時候 他脖子是一直線 他不會打呼 也許你找到 就是適合你的高度對不對 對 要適合高度 所以不是 不是所有的這種枕頭都有效果 你要去試 你要去親自己體驗 對 因為每一個人他的生活習慣 都會造成他的身體姿勢改變 特別是說 如果有的人在練氣功 開始練習這個命門呼吸問題的時候 你的頭自然會越來越低 所以本來要三層 他會變成剩下一層 他是會改變 但越低 他有力 他身體越健 對 趙醫師以後我們去買枕頭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試 當然 你可能不習慣墊毛巾 或者你要去買枕頭 對不對 可以用這樣手 對 稍微吃一下 可以這樣測試一下 謝謝大家